人生已經17年 朕復過的人不少 復鎮的人更多 朕殺原從換日時候只有18次 自備長城也好 擴敵自用也罷 朕要做中興之主 不料成了王國之君 你要扔任什麼錯 從朕 歸隊 列祖列祖 共同大明皇帝少陸 就這麼死了 你幹心嗎 日月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太祖不孝後代朱友簡無能 還望太祖救救大明嗎 咱們確實能夠救大明 可你現在才是大明的皇帝 難不成你不希望自己親手把大明給救回來嗎 太祖 朕若是有這個本事的話 大明也不會到這一步了 大明的骨子裡已經壞了 文武大臣沒有幾個忠心朝廷 起義軍還沒到就已經有不少人 私底下給他們寫信投降 朕就算再努力也沒有用了 哼 他們有錯你就做得很好嘛 你若是有能力 為何朝堂上都剩下一些苟且偷生之輩呢 朱友簡咱可以幫你 但更重要的是你應該要明白自己哪里有不足 不然咱就算就了大明一次 大明還會垮的 太祖您的意思是大明走到這一步 朕也有錯嗎 看來你到現在都不明白 大明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雖然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你也有逃脱不了的責任 說完朱元璋 直接丟出了一個錄音笛 然後望著下面不斷有戰火的紫禁城 微眯著眼睛露出了殺意 爹 你打算怎麼處置這些人 你應該明白 這時空是朱友簡的時空 我們不可能幫他一輩子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 幫助朱友簡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並且成長起來才是關鍵 所以咱決定 這一次各個時空只能出人 所有的決策都交給他自己來做 太祖的培養朱友簡啊 不過這倒是少見 你對於別的時空的皇帝 一般最多就是提點 少有這麼傷心的 或許是因為這個傢伙 最終保全了大明的尊嚴 所以咱對他比較欣賞吧 也希望這個大明的亡國之君 可以開創出新的盛世 這樣才算是對原本歷史中的大明 有一個好的交代 太祖是震害了大明 正是千古罪人啊 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這是好事 但是這個時候認錯 並不能幫到你什麼 你現在需要考慮的是 如何挽救大明 太祖朕無能 恐怕就不要大明 還望太祖親自出手挽救 怎麼就這點挫折就一蹶不振了 能力不足是可以學習的 但是害怕不敢去嘗試了 就一輩子只能原地踏步 還望太祖教我 教不了 只能你自己看 自己聽 自己想 國師還請幫幫朕 朕要如何做才能成為一個好皇帝 老朱不是告訴你了嗎 多看多聽多想就行了 罢了 你既然想學 我們都回後世吧 給你找些東西 多看看多想想 總能誤出一些道理的 那這裡怎麼辦 如今反賊已經佔據了京城 我們就這樣放任不管了嗎 如今反賊都這麼猖狂了 現在不是應該儘快地去剿滅他們嗎 這時候回去做什麼 我們這麼多人過來 難道是旅遊的 國師說的話 自然是有道理的 你最先要做的就是聽從 然後去慢慢地領悟 國師這麼做的意義 而不是反駁 這都聽國師的 你們當中可有人明白 為何國師建議大家先回來 而不是第一時間去解決明末的叛軍 因為時機不合適 你說說什麼時機 崇禎朝走到這一步 大明在百姓心中已經失去了信任 其一軍打著各種為百姓好的口號 得到了很多民心 這個時候就算擊敗李自成 可又能挽回多少百姓的信任呢 而且李自成大約有20萬的大軍 其中除了精銳的士兵外 大多數都是普通百姓 想要擊敗他們一如反掌 可是擊敗之後對這些人要下四手嗎 他們大多數也都是曾經活不下去的百姓啊 如果不殺他們 他們對於大明失去了信任 難不成我們就敢放任他們不管嗎 誰知道他們會不會什麼時候 突然又高舉反旗 沒想到自己的好侄子 去正統曹當了皇帝 竟然成長到了這種地步 你說的倒是有些道理 那麼如何處置他們最文婆呢 當然是等李自成失去明星的時候 那個時候擊敗他 不僅可以證明大明的實力 也能重新挽回明星 厲害啊我的好侄子 看來當初自己的決定是對的 這朱允文在正統曹跟著贤臣學習了不少 那你說說什麼時候李自成才能失去明星 總不能這一等就是好幾年吧 這絕對不會 之前國師提過一嘴 說李自成從文武大臣家中搜刮出七千萬兩白銀 恐怕接下來李自成要做的就是壓榨那些大臣們了 原本這些貪生怕死的大臣 早早地投靠李自成是希望可以搏一個好的前程 可被李自成剝削後他們一定會忌恨 他們恨不恨李自成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人對於李自成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就算失去了這些大臣的支持李自成想要做的事情還是能做到 沒錯這些大臣的態度並不影響什麼 真正會令李自成失去明星的是他自己以及他的部下 你查過李自成的資料了 都是我自己瞎推測的 若是說的不對還望國師指證 你說的不錯 而且之前我沒有具體講過李自成 繼續說吧 他李自成竟然能做出搜刮大臣家宅的舉動 想來也不是什麼良善之人 而他的部下更不是什麼好人 我猜測他們一定會移改之前對百姓的態度 剛剛才推翻了大名 李自成就成為了壓在百姓身上的另一座大山 這種情況下 原本支持李自成的人一定會對他特別的失望 甚至一定會有人覺得李自成還不如大名 因為他們這種叛軍本就沒有太多的章法 一旦失去了限制 對於百姓的傷害更大 這種時候就是我們重新回去的時候了 嗯 趙小子 咱這孫兒說的如何 這老朱太不要臉了 以前朱允文不爭氣的時候 恨不得不承認朱允文是他的孫子 如今表現好了 又迫不及待強調這是他的孫子 說得很對 李自成攻下京城後很快就登基了 只不過他登基的時間很短 一共也才當了42天的皇帝 而占領京城後 他的部下們很快也都露出了本性 言行逼供朝中的大臣 讓他們繳納了巨額的財產 有些交不出那麼多的直接被折磨而死 而且李自成跟他的部下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人 成功後立馬就變得荒淫無度 他們瓜分了皇宮中的嫔妃宮女 甚至為了一些有姿色的女人大打出手 謝謝國師提前把我家人們接回了後世 讓他們避免了原本的命運 等那些大臣們被搶光了之後 很多人又把目光投向京中的百姓家中 當初很多百姓都期待著李自成大軍來解救他們 後面他們才知道支持的李自成是一頭惡狼 比大明更凶殘的惡狼 因為他的殘暴行為很快就會付出代價 其中有個老頭被折磨得很慘 而他的兒子叫做吳三桂是山海關的總兵 吳三桂知道了自己的父親被李自成折磨得不清 而且更過分的是這幫傢伙還搶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媛媛 吳三桂一怒之下直接引后金入關 難怪最終是這幫賤奴獲取了天下 咱就說大明就算再衰败也不至於被這幫賤奴轻易的打敗 這李自成不是什麼好東西 這吳三桂為了自己的私欲放外族入關 也同樣不是什麼好人 這李自成站出來推翻大明 若是他想好好經營天下善待百姓 無論他的結局如何咱或許還會誇他一句 可是他成功後就暴露了本心 咱對於這種人只能評價一句數字不足以謀 李自成的結局我們也都知道了 那我們選擇什麼時候回去最合適呢 要等到賤奴打敗李自成的時候嗎 這絕對不可以 為何不行等賤奴入關打敗了李自成 然後我們能以最小的代價解決掉賤奴 這不是最穩妥的辦法嗎 哼 的確從戰損角度來看等清君打敗了李自成 然後我們再出手最為合適 那個時候清君甚至連逃都沒地方逃 可是可是朕不甘心 你想要親手打敗李自成 是的李自成攻破了紫禁城 這筆账若是不親自討回來 我這輩子都不甘心 好那就在李自成他們暴露本性之後 我們就回去 多謝太祖 太祖為什麼 您不是說過道皇帝要站在大局考慮嗎 衛軍者的確要以大局考慮 可一個君王的成長有時候對於國家更重要 就在朱尤簡努力學習的時候 崇禎時空的李自成正帶著他的部下狂歡 而吳三桂被逼無賴之下 還是投降了後京